如果你有任何一個細節 你覺得還是很陌生的話 表示你可能還沒有把它徹底搞懂 那就回去趕快再努力 好,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了 我們在討論熱意學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System, Surrounding and the Universe 你在討論一個體系的時候 你的體系是怎麼去定義的 How do you define 那你體系一旦定義好了之後 其餘的都是屬於 Surrounding 那麼整個 Universe 就是你的體系加上它的周邊 System加上Surrounding 那根據這樣子的定義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之後 你在處理很多熱意學參數的時候 你這個概念要非常的清楚 不然的話有時候 你那個浮化會搞錯 好,那這邊定義好了之後 那我們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定義熱 熱怎麼流動的 決定了一個反應 它是吸熱放熱 或是反過來 一個反應是吸熱放熱 它就告訴你了 它的熱是從哪裡流到哪裡 吸熱的話表示 這個體系得到熱 這個是以這個體系為主角為主 的觀點來看 那麼吸熱就是它從Surrounding吸收熱 換句話說你如果從Surrounding的角度來看的話 Surrounding是失去熱的 因為它的熱流到體系去了 那放熱的話就是 也是以體系的觀點出發 它是能量流出 流出這個體系 所以Surrounding得到熱 體系失去熱 所以體系是放熱 那整個Universe呢 整個Universe的能量沒有改變 沒有變,它是守恒的 這邊是一些課本上的例子 這邊我們就可以比較快的 看多久 然後這邊這個 這個定律 這個是熱力學的第一定律 很重要的一個定律 我們隨時在討論熱怎麼流動 或者是攻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一個體系它的內能 是由它的這個Heat 還有它的攻來決定的 那同樣在這邊我們去討論 討論Q小Q 它這個代表是熱 以熱為形式的一種能量 它是大於零還是小於零 取決於它的熱流動的方式 以熱以Heat為形式 為能量的形式流動的方式 那負的話就是它是放熱 做工的話 一樣是以體系的觀點來看 那如果是這個體系對外界做工的話 體系如果是對外界做工 那它是做正外復工 復工 因為它把工給了surrounding 那如果是外界對它做工 the work is done on the system的話 那這個system它是得到工 所以那個正負要搞清楚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了 工除了它最原始的定義是F 力層上位移之外 我們也從這邊推導給大家看 在討論壓力或是討論熱力學的時候 最常見的工是以這種壓榮工 PΔPV或者是PΔV的形式 那你要去根據它給你的條件 它是在一個定壓還是定榮的環境下 你來決定它的工的話是ΔPV呢 還是PΔV OK 好 這個是工它 你去判斷工的正負 那這邊不要忘了 那個PΔV前面有一個負號 為什麼會有一個負號 要確保 比如說對一個在expand的gas來講 它的ΔV是大於0 但是它是做一個正負工 所以你前面要加一個負來確保它的sign是一致的 它的符號是對的 好 那這邊有個例題上禮拜帶大家做過了 那這邊也有舉了兩個例子 也就是有工有熱 但是如果一個工跟熱它剛好符號是不一樣的時候 一正一負的時候 那就看誰比較dominate 誰哪一個它的絕對值比較大 它會決定的最後的deltaE的值 那如果兩個都正的兩個都負的呢 那就沒什麼好比較的對不對 好 所以要比較就是比如說像這種 剛好這個是endothermic Q是怎樣 大於0 但是這個perform work它的W就是小於0 因為它對外做工 這種符號剛好相反的時候 你就得去比較 那一樣這個是工 work is done on a gas 所以是外界對它做工 它W是正 但是這個過程它整個又是一個放熱 所以Q是小於0 一正一負的時候你就要去比較 去考慮一下它到底哪一個大 哪一個小 好 那上禮拜我也帶大家推導了這個正和狀態函數 狀態函數齁 那相對於狀態函數另外一種就是非狀態函數的 那狀態函數它的定義是什麼 記得嗎 跟途徑無關 只跟那當下 只著重在當下 它的狀態是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跟它怎麼到達那個狀態的無關 這種叫做狀態函數 那比如說energy就是狀態函數 那但是Q或者是公它不是狀態函數 那我們有用那個偏微分推給大家看 為什麼W跟Q它不是 而energy它是一個狀態函數 好 那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式子 但是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式子 因為你所有的熱力學參數都可以apply 用這個式子去做它的這個熱力學參數的改變 後來的減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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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如說我們介紹了delta H是anthropy 含 一個火 一個含 熱含量 delta H它就是後來的熱含量減掉原來的 那它等於QP 這一個要特別記好 它是在一個定壓的條件下 定壓的條件下所涉及到的熱的變化 或是說以熱這種能量的形式的改變 它是屬於delta H 等於delta H 那這個我們也在黑板上推導給大家看 在投影片上也推導給大家看了 所以這一個的推導要會 對 那結果要知道 delta H它是QP 因為這個可以apply到大部分的化學反應 幾乎都是在定壓下發生的 那也因為這個緣故 delta H等於QP的這樣的緣故 所以我們可以說 the terms of heat of reaction 一個反應的反應熱 就相當於它的anthropy change delta H 好 那上禮拜我們接著進到這個熱熔量 熱熔 heat capacity的概念 好 記得吧 我們從這邊來 就是從那個氣體動力論這邊 我們得到的一個平均的動能 它是可以等於2分之3RT 好 2分之3RT 那如果我們現在說它溫度要改變1度 所需要的熱 所需要的能量的話 那麼就是2分之3R 因為我們現在delta T是1嘛 改變1度 上升1度或下降1度 它所要吸收或放出的能量 好 這邊我們上次推倒了 所以這邊就不在 這邊有沒有問題 還好 沒有 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摩爾的一個 對於理想氣體來講 它的摩爾的熱熔 是2分之3R 2分之3R 這是它的定義 molar heat capacity 對於一個substance來講 它是定義成 energy required 去改變1molar的這個物質 1K 上升1K的溫度 所需要的能量 那在這邊有沒有考慮公 從這邊 還沒有把公考慮進去 我們是假設它是在一個定熔的環境下 對不對 你回想一下我們在推導氣體動力論 去推導出它的K1等於2分之3RT的時候 氣體的容積有沒有變 沒有變嘛 我們假設它是在一個密閉容器裡面 那那個容器就是它的體積啦 對氣體來講 那是在一個定熔的環境下 所以在定熔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下面要下標一個V CV 它是等於2分之3R 因為T已經 Delta T已經變了1了嘛 我們假設它是改變一度 所以這個是CV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如果是在定壓的情況下 可能容積會改變的的時候 那麼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必須要考慮到做公 因為它PΔV不等於0 PΔV不等於0的時候 因為它現在不是在 如果不是在一個定熔的環境下 的時候 ΔV不等於0 當ΔV不等於0的時候 公 公不是等於-PΔV嗎 就也不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上升一度的時候 你還要去考慮到 它還要同時還要做工 它不光是只有上升 溫度上升 它還要做工 好 所以如果說 我們現在是要對 Emore的理想氣體 在定壓的環境下的話 Energy required 所需要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能量 除了 除了這個讓它改變 就是2分之3RT的那個項之外 去改變它的平移動能之外 你還要考慮到它要去做工 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這個要加進來 那這邊 藉由理想氣體方程式 很簡單 PV等於NRT的式子 我們可以得到PΔV 看好 PΔV等於NRT 那現在是T在改變嘛 N有沒有變 沒變 R也沒變 這邊都是常數 只有ΔT變 那對Emore只上升一度的話 1K的話 那N是1 ΔT也是1 對不對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它只剩下R的這一項 OK 那麼 在定壓下的時候 對一個理想氣體 你要讓Emore的理想氣體 改變1K所需要的能量 就變成是原來的2分之3R 再加上一個R 所以會等於2分之5R 好 那2分之5R 這個值 CV加上R 或是2分之5R 就是CP CP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CP跟CV之間的關聯 它適用的一個條件 CP是在定壓下 CV是在定容下 所涉及到對Emore的理想氣體 改變1K的時候 它所需要涉及到的能量的變化 如果現在是一個多原子的分子的氣體的時候 你想一下 我們剛剛考慮理想氣體 考慮的是比較簡單的這種分子 好 原子 那但是如果現在這個氣體它本身是一個多原子 Poly Atomic 是多原子的意思嗎 它的熱容量會怎樣 你想一下 蛤 再多一點 對 為什麼 對 它有它內部的運動 記得我們在講結構的時候 它要 它除了平移動能之外 它也可以振動 也可以轉動 所以有一些能量給它 它不見得全部都拿去做移動了 它可能有一些被拿去做轉動 有一些拿去做振動 而且振動你分子越大越複雜的時候 它振動的模式 又不一樣又很多 所以它可能能量都被拿去 變成它的內部的這些運動 所以你要真的讓它上升1K的時候 所需要的能量 要比較高 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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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看一下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molecule enables them to absorb energy for process other than translational motions 你的遲到已經被記錄下來了 呵呵 所以它們吸收的能量之後 它不見得只能做平移的 不一定只能到動能去 它可以到其他的分子的內部的運動去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熱容量就會變得比較大 好 你來看一下 這個是 在室溫下對於幾種不同的氣體 它的CV值跟CP值的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 有看出什麼端倪來沒有 這些都還算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不是很大的那種分子 那你去看一下它的CP跟CV值 每一個不同的分子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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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一樣 那 這一個是比較簡單 亥奈亞 這個是原子吧 你看一下它跟其他分子的 CP或CV值來比較一下 這比較小 比較小 表示什麼 很容易上升 溫度比較容易改變 你給它一點能量它就可以 譬如說你給它12.47 J 它一末耳的 就可以把一末耳的亞或氦上升1K了 那對於比較複雜的呢 你看一下它這個分子越來越大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CV值是不是越來越高 CP值呢 一樣也越來越高 好 那你再來看一下CP減掉CV值 CP減CV我們剛剛說應該等於什麼 R 對阿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 可能會有一點點差 但是都是8.3多 好 所以你從這邊可以看到 你分子越大的時候 能量越 那個熱容越高 因為你要去讓這個物質 越複雜物質上升 一末 你所需要給它的熱量會 能量會比較高 因為它還要顧及到它的內部的運動 也要同時進行 好 好 好 所以這邊喔 整理一下 1等於2分之3RT 這是從氣體動力論來的 好 那所以去討論熱的改變的時候 Delta 1 Delta 1 就等於2分之3R Delta T 因為前面這常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Delta 1 就是等於這邊的熱的 也就是說 一個系統 它在 這個是在定容的環境下 定容的條件下 一個系統它的能量變化跟什麼有關係 跟溫度有關係 跟溫度是有關係的 乘正比 好 再來 你這邊可以再簡化 對於每一More的話 2分之3R 我們剛剛才說了嘛 是CV 對不對 CV CP是2分之5 CV是2分之3R 好 所以Delta 1 你這邊把它代換 就變成CVDelta T 好 這一個式子要記好 Delta 1等於CVDelta T 好 那對於NMore咧 前面乘上N 就好了 這也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在定壓的條件下咧 定壓的條件 定壓我們不是說了嗎 就是Delta H H 等於QP 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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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又等於什麼 熱容量 乘上Delta T嘛 對不對 你想一下 對不對 好 要理解喔 那如果是NMore 我們前面就是在一個N 好 所以它QP是等於N乘上CP乘上Delta T的 好 再來 你把它這邊CP 我們剛才說了 是CV加R對不對 這是2分之5R 這個是2分之3R加R 好 你把這邊代換一下 你再把它拆解開來 把這一項跟這一項分開來 所以前面這項是NCVDelta T 有喔 每一步你要Follow要跟著喔 不然你會 會Loss掉 好 這邊是NRDelta T 好 這一項是什麼 NCVDelta T是什麼 就剛剛上面那項講的嘛 是Delta E NRDelta T咧 NRDelta T NRDelta T 理想器裡面的 所以它相當於PDelta V OK 在定壓下 因為現在討論是P嘛 QP定壓 所以定壓的時候P是定值 所以它這個是PDelta V 也就是公 所以這邊順便你記一下 壓榮公 它這個是公 它同時也等於NRDelta T 你看到NRDelta T 它其實也是公的那個大小 大小也是公 好 所以 你再繼續看下來 這邊也就是Delta H喔 左邊啊 QP嘛 就是Delta H 已經導過了 QP等於Delta H 那麼又等於這個值 等於這一項 NCVDelta T 加上NRDelta T這一項 好 那麼 你把它再 那只是 重新排列組合調整而已 所以Delta H就是等於NCPDelta T Delta H 等於NCPDelta T 你可以從這邊又看到什麼 這一項就是Delta H 第一項是什麼 Delta E嘛 對不對 然後呢 NDelta T是什麼 對啊 對啊 就是PDelta V 是不是又回到 又跟它原始最一開始的時候的定義 是相呼應的 OK 好 是吻合的 好 這個螢幕的就是這個 然後Delta E的 你把它寫對稱好了 比較好看 OK 然後 好 好 這兩個關係是 要把它記起來 好 這個是大家課本上有的 你在你的課本的9-2這個表上面 好 這個表在告訴你什麼 去比較CP跟CV 它在對一個理想氣體 它是一個單原子的理想氣體呢 還是多原子的一個分子的理想氣體 對於一個Motomic 就是單原子 像亥、奶、亞這種 單一個原子就是一個 單一個原子的這種理想氣體 CV就是3R 但是如果 剛剛其實有提到了 如果是一個多原子的分子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它內部的運動 轉動、振動等等 所以CV會大於3R 好 然後再來 對所有的理想氣體 這個都成立 CP等於CV加R 好 那CP我們剛剛又倒了 對於一個單原子的分子來講 CP是5R 好 這個跟這個一樣的 但是對多原子的分子來講 CP會大於5R 好 那再來就是 剛剛黑板上提的 這兩個重要的關係是 ΔE是跟CVΔT有關 ΔH是CPΔT 你如果這邊懂的話 這個表只是給你參考用 好 你要去看一下這個表 它列的每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都懂 就OK了 好 來我們來做一個例題 課本上有一個例題 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課本 在371頁 371頁的例題9-2號 好 來我看它 我們來看它說什麼 Consider two more of more atomic ideal gas that is taken from state A to state B by two different pathways 好 兩 more 現在有兩 more 單原子分子的理想系體 那它現在要從A這個狀態 到B這個狀態 那它可能有兩種途徑 好 A的狀態是什麼 你先看一下 有溫度有壓力 就是一個狀態了 溫度 不是 壓力跟體積 壓力是在2ATM V體積 是在10L OK 那它現在要到B這邊去 P是變成1ATM 體積變成30L OK 好 那你再來分析一下 它現在可以走兩種不同的途徑 它可以譬如說 壓力先固定 體積先膨脹 從10到30 然後呢 體積再固定 壓力再從2到1ATM 好看喔 再來 它也可以 壓力先減少到1ATM 先減壓 但是體積維持固定 第二步 壓力固定之後 體積再膨脹 好 有看 知道它現在要做的事情 它現在要從A到B 那第一步走的是先壓力固定 先變體積 第二步走的 第二種途徑它是先變體積 然後壓 先變 反正就先變其中一個 這個是先變 先變體積壓力固定 這個是先變 先變體積壓力固定 好 好 那現在它 我們要做什麼事啊 要去計算 這每一步 所涉及的 Q W ΔE ΔH 對這兩步 這兩個途徑 它們的 這些熱力學的參數 會不會做 會不會做 你看到 第一步 都是要從A到B 都是要從A到B 那A的話是先 第一個途徑先 先走這個路徑 這樣子走 另外一個途徑是這樣子 也可以 先 這個是P跟V P跟V 它可以第一步先改變體積 再改變壓力 這邊是先改變壓力 再改變體積 好 那我們先來考慮第一步 考慮第一步 它的 要怎麼去算 Q W ΔE ΔH 怎麼算 第一步是什麼 第一步 先從 體積先改變 對不對 它先固定壓力 體積從10到30 所以它現在體積在膨脹 那體積膨脹的時候 壓力固定的時候 涉及到什麼變化 PΔV 是不是有做功 有做功 那有做功的話就可以用這個 PΔV等於NRΔT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邊要做的事情是 要先去把這個PΔV 算出來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算成用交耳來表示 交耳 那從這邊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ΔT 對不對 ΔT 為什麼要算ΔT 等一下會用到 等於PΔV 你剛剛算了 然後除以NR 好這個是ΔT 那我們如果要算這一步 它所涉及到的功的話 W嘛 剛剛不是說要你去求Q 小Q 還有W ΔH ΔE 那你現在的功是什麼 -PΔV 算進來 算出來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LHM 或者是直接用交耳 最好是用交耳來表示 用交耳 好 那Q的話呢 Q的話 現在它是在一個定壓還是定容的條件下 定壓 對不對 它是不是維持在2ATM 所以在定壓的話 它的Q是什麼 就是QP囉 對不對 QP QP 那既然是QP的話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半天的這個 QP就等於NΔT NCPΔT嘛 好 好 那是不是你可以 你有的條件都有了N 如果一抹就1嗎 CP是什麼 剛剛題目一開始就告訴你 它是一個單原子分子的理想氣體 所以CP就是等於2分之5 好 帶進去 ΔT呢 你上面那一張算出來了 ΔT是等於這個 帶進去 你就可以得到Q 好 所以現在你 小Q也有了 W也有了 然後再來 還有什麼要算的 ΔEΔH 那ΔE一樣喔 從這邊 對不對 ΔE 剛剛才說了 等於NCVΔT 好 1 more 或者是這邊 反正N它會消掉 沒關係 CV呢 2分之3R ΔT呢 剛剛前面兩張算過了 直接帶進來 好 所以帶進來算一下 就可以得到這個 ΔH 那也很簡單 CPΔT 好 所以就都算出來了 OK 好 好 所以這是第一步喔 第一步而已 第二步的話呢 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麼 看一下課本 第二步它在做什麼事情 現在變成體積是固定的 然後壓力 再改變從2ATM降到1ATM 好 所以 這個還是 PV還是等於NRT嘛 只是說現在改變的是P這邊 好 所以是ΔP 但是V是固定的了 等於NRΔT 一樣 一樣你可以去算出ΔT來 一項一下而已 ΔPV除以NR 那ΔP這邊呢 它現在是從2ATM降壓到1ATM 對吧 所以後來的減原來的 好 好 再來乘上V 現在它體積固定是30嘛 好 那其他NR帶進來 你可以求出ΔT 負的表示什麼意思 負的 降溫 它現在溫度是下降的 好 在這個 減壓的過程當中 好 那我們剛剛說了 目的還是要把那四個 熱力學參數算出來 Q W ΔH ΔE 所以Q 現在的Q是什麼 你要判斷好 這邊很重要 Q不是 你要去選擇它是QP還是QV 那因為現在這一步它是 什麼 體積固定的 壓力在變 所以要用QV 好 那既然是QV的話 那就是這邊帶進去 好 那就等於這個 CV用3R 然後ΔT 前面那張算的 好 所以Q你算出來 第二步的 好 再來呢 ΔE 一樣都帶進去而已 CV帶進去 ΔT帶進去 你得到QV 等於QV 然後ΔH 的話 就變CP換成五分之二 其他都帶進去 你得到這個Q 得到這個Q 有沒有問題 啊 W咧? 蛤? W呢? 有W嗎? 沒有嘛 為什麼? 體積沒變 所以沒有做工 好 好 好 剛剛這個是 第一步第二步 第一步第二步 第一步加第二步 是它的第一條路徑 第一條路徑 那第二條路徑呢 它是先變什麼? 先變壓力再變體積 好 那做法類似 好 那我們如果去看一下第三步 你知道第三步它的定義是哪一步 好 第三步 一樣好 你去算ΔT 求出來 那因為一樣這一步的話 ΔV沒變 所以公是0 Q3 一樣都帶進去 主要是你ΔT這邊要 的表示方法要算出來 好 好 求出來 再來ΔE3 一樣好 就帶進去 ΔH 第三步 好 都帶進去 那第三步 第三步的做法跟上面那一步 第二步的算法是類似的 好 只是你的那個數值不太一樣 那第四步呢 第四步跟剛剛的第一步的算法是類似的 因為第四步它也是在改變體積 改變體積 定壓下改變體積 好 那你一樣 用類似的方法去求出ΔE 然後把這四個 WQΔEΔH算出來 公的話就是-PΔV 好 那第四步因為壓力是固定在EATM 然後ΔV 壓力那個體積的改變帶進去 Q呢 因為現在是在定壓 所以一樣用的是CP CP就2分之5R 好 帶進去 ΔEΔ4 ΔE4跟ΔH4 那就是這邊的式子 直接Apply上去就好了 好 那你要把這四步 他們所涉及到的這四個 熱力學參數都算出來之後 你再來考慮它的第一條路徑跟第二條路徑 第一條路徑它所涉及到的這四個參數應該是什麼 第一條路徑它是經過了 Step1 Step2 對不對 第一步第二步 然後它第二條路徑呢 經過了step3跟step4 所以它走的這個第一條passway 1的話它所涉及到的這一些參數都是第一步加上第二步的 然後passway2 它所涉及到的這四個熱力學參數 就都是第三步加上第四步的 好 那你就根據前面每一小步所得到的 你去考慮它們的Q、W、ΔH、ΔE 好 去把它加總起來 就是1加2的就是第一步的 3加4的就是第二條路徑的 好 所以passway1,step1 and2加起來 所以第一條路徑就是Q1加Q2 好 加起來等於這個值 再來公 第一條路徑的公 那就是W1加W2 好 加起來是這個值 那ΔE呢 ΔE 那就是Q加W囉 第一定律嘛 ΔE等於Q加W 所以加起來 這邊算的數值加起來就是ΔE 再來ΔH 那就是第一步加第二步的 好 你這樣算出來了 那你再來算一下第二種路徑 第二種路徑是第三步加第四步 好 一樣我都加起來 Q3加Q4 W的話也是W3加W4 那ΔE的話就是Q加W 就是上面這兩個最後加起來 ΔH呢 就也是第三步加第四步 好 這個你要會去算 這個我可以跟你說應該還150%會考 只是數值會不太一樣 主要是你要去理解 好 那你第一步跟第二步算出來了之後 你如果去檢視一下 你如果單看這樣子好像 好啊 就算出來就是一個數值 你如果去比較第一步跟第二步 來看一下你們有沒有那個 如鷹的目光 敏銳的觀察力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第一步是這個 第二步是這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有發現什麼事嗎 有發現一些端倪的舉手 蛤 無心理說 蛤 沒關係 你就放心的說 蛤 熱 熱 熱的改變不一樣 什麼熱 Q還是ΔH啊 來再看一次喔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比好了啦 小Q Q1 5.5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第二步 3.5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差很大對不對 W呢 負4.05乘上10的三次方 第二步 負2.03 是不是也差很大 對 再來 Δ1呢 1.5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第二條路 1.5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好 1.52 但是是不是很接近 可能是在一個誤差範圍以內了 好 再來 ΔH 第一條路 第一條路是2.5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第二步 也是2.5左右 乘上10的三次方交耳 所以有沒有得到什麼啟發 從A到B 它走兩條不同的路徑 走兩條不同的路徑 我們所得到的Q跟W都很不一樣 但是得到的ΔH跟ΔE是幾乎是很接近 或是說幾乎一樣 它只差一個小數點而已 小數第一位第二位這樣的差別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去驗證 ΔH跟ΔE 與路徑無關 與路徑無關 好 很重要 所以再說第三遍 它這個ΔH ΔE 與路徑無關 好 你不管是先變壓力還是先變體積 或是先變體積再變壓力 ΔH跟ΔE 它得到的大小都是一樣的 與路徑無關 所以它是狀態函數 但是Q跟W 它的最後你得到的值 跟它怎麼走的 是有關係的 你走第一條路跟走第二條路 你得到的Q跟W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與路徑有關 它不是狀態函數 好 所以從這個立體裡面 一方面你要去 能夠去算出它每一小步 所涉及到的這四個參數的變化 那最後的結論也非常重要 從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ΔH跟ΔE確實 是與路徑無關的狀態函數 而Q跟W不是 好 這個就是 今天最重要的一個結論 然後QP跟QV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跟大家推導一下 其實得到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要推導一下嗎 我們用比較sophisticated 你知道這個字嗎 sophisticated 就是更高 advanced一點的方法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趕快現在剛好用腦 然後等一下去提示 是 好 這個是補充的 你看一下 所以change in state at constant v 如果我們去考慮 energy 內能它是T 分V 的函數 那根據我們之前說的那個 權威分你要怎麼寫 第一可以怎麼寫 它可以先為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的參數固定 先為其中一個 然後再換過來嘛 所以 這個時候變偏微 比如說你要先為T 那另外一個V就固定 那這邊要寫D什麼 T 對不對 然後呢你也可以是 先為V 為V的時候T就固定 比V 再來 E是什麼 Energy Internal Energy 它是等於Q 加W嘛 這邊喔 有沒有看過這個 蛤 有沒有 D D 這邊是它還沒有微分之前的形式 能量 或是你這邊要用ΔE 等於Q加W 那你這個 那個每一步如果改變很小的時候 那就變成V 微分 所以變D1 然後這邊等於D Q加D W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來注意一下 如果它是一個正合微分的時候 它的微分就用這個D 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個狀態函數的時候 你以後可能會看到這樣寫法 上面它這個D上面會給它一槓 它不是正合微分的時候 會用這種方式寫 好 然後W呢 不是等於-PΔV嗎 W等於-PΔV 那所以 W很小的時候 改變很小的時候 那就變成PΔV P-V 好 那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帶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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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话 右边的话是权威分 你再写一次 好 这边再写一次 那再来 这边是底 你把这一项移到右边去 P底V的这一项 移到右边 因为这边刚好也有 另外一项也是有底V的 把它放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那现在在 刚刚不是说的 在一开始就说 它是在一个Constant V 定容下 Constant V的时候 底V是什么 Constant V的时候 那V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底V有没有变 没有 它就是零嘛 因为在Constant V 所以这边变成简化 变成这个 那我们把底T移过来 好不好 看起来比较对称 你把底T移过来 好 好 你把底T移过来了之后 你去考虑一下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一个式子 它在讲什么 在一段很小的 温度变化的范围内 它涉及到的热量变化 它底只是 只是Delta只是变得很小 很小步而已 所以底T分之底Q 表示在很小的一段 温度变化里面 它所涉及到的热量变化 那因为是在定压下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个 小QV来表示 好 它的右边它告诉你的等于什么 因为你是把它移过来的 所以它右边剩下的是这一项 看得懂吗 右边是这一项 这一项表示什么 在定容的时候 V固定的时候 它的随着不同温度 它的能量的变化 那那就是什么 就是热容 就是热容 而且这个热容是在一个定容下的时候的热容 所以是CV 所以其实这边是它从微积分这边得到 得到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热容的 在定容下的热容的定义 那你如果从这边 因为这边还是它的微分的形式 我们如果要去求出它的 Energy的变化呢 你现在这边不看了 你看这里 我现在有这样的关系 我现在要得到这个E的话 DeltaE的话呢 积分 是不是对它做积分 所以你底T移到右边去 然后积分 底T移到右边之后 去积分 这积分是对什么积分 温度变化的范围 大家等一下上课 温度要变化从T1到T2 变化的范围 积分了之后就是DeltaE 那同时也是什么 就是QV OK 好 可以 很好 所以这是在定容下的 明天再讲定压 回去一定要复习 不然你会 好 好 下课